前一段时间,杨子与张艺兴的恋情闹得沸沸扬扬 网友们直呼,在一起 这让两个当事人觉得尴尬不已,纷纷辟谣 尤其是杨子,众所周知,杨子与张艺杉是铁哥们 从小一起长大,有很深厚的友谊,与李线也是很好的朋友 当绯闻出来后,网友们纷纷表示不现实 毕竟有李线和张艺杉在前面 与张艺兴怎么都不可能 我们都知道杨子的异性缘不是一般的好 有许多男明星或者男艺人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 想要跟哪个女明星做朋友,大部分人都回答的是 杨子 不得不说,杨子是真的很招人喜欢,也难免 毕竟杨子在我们的印象中,杨子一直都是大大咧咧,搞笑 很会照顾被别人的形象 而且,之前有网友爆出 杨子的朋友圈是大家快乐的源泉 相信大家都看过《家有儿女》吧 这部剧真的是我们的童年典范 杨子在里面扮演的是下雪 大家认识杨子大多就是在《家有儿女》里面认识的 如今却物是人非 有的人一直大火,而有的人早已消失灭迹 而张艺兴与杨子的友谊却持续到现在 之前接受采访时 有人询问道 两个人会不会在一起 张艺兴回应道 不会因为彼此都太熟了,不好下手 据说当日张艺兴和杨子被网爆正在热恋当中的那一刻 两个人的粉丝都表示不理解更不接受 紧接着李线的粉丝和张艺兴的部分粉丝紧随起后 站了出来 不得不说杨子真的是魅力无限 李线与杨子主演的《亲爱的热爱的可谓》是去年最火的一部剧 观众们纷纷表示 这部剧简直太好磕了 该剧根据莫宝非宝小说《蜜之盾》由于改编 讲述软萌少女童年对热血青年韩商言一见钟情 二人在相处中甜蜜碰撞 上演一场高智商与高情商的甜盟梦幻爱情故事 其中童年杨子与韩商言李线 但爱恨纠葛真的太让人上头了 这部剧播出后李线也跟着大火了一把 在某平台还拥有了专属的BGM不得不说 真的太好磕了 杨子张艺兴热恋的话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登上微博热搜 可能是两个主人公工作比较忙碌的声音 两人并没有第一时间给予回应 随着热度越来越大 两家工作室不得不做出回应道 两人目前处于单身状态 暂时没有恋爱的想法 恋情不攻而破这时粉丝们纷纷表示很失望 说到向往的生活舞 相信大家应该不会陌生 这是近几年很火的综艺 何炯黄磊张子丰等人为常驻嘉宾 向往的生活已经播出5G了 观众们也已经踏入了疲倦期 导演组为了缓和收视率 于是在嘉宾方面下足了功夫 不仅邀请了顶流小生张艺兴加盟 这时节目在还没播出的时候就提前火了一把 张艺兴和师傅黄磊再度合体 使观众们惊喜不已 更是给向往的生活舞增加了很多话题 不仅如此 节目组还邀请了绯闻女友杨子 这时节目增添了更多的话题度 观看绿简直爆棚 不得不说 节目组真的很狠抓住观众们的心 节目组的嘉宾们大多都是驻扎了一期 而杨子却是个意外 整整驻扎了三期 粉丝们对此表示喜闻乐见 在节目中张艺兴第一次见到杨子时 被喊出了一声绯闻女友 这位耿直辈一下子把杨子吓傻了 他们俩甚至在节目中穿的睡衣 都是情侣款式 虽然杨子和张艺兴事后出来 澄清纯属撞衫 但这也挡不住水涨船高的收视率 其实在很多时候 张艺兴都称呼杨子为子姐 或者杨子小姐 由此看得出来 他们俩私下应该不是很熟 一到蘑菇屋 杨子就显出了自己的好人品 一见到杨子就跟这里的人很熟悉 杨子一点也不陌生 嘻嘻哈哈的到处跑 看样子真的是把这当成自己的家了 甚至一来就去张艺兴住的男生宿舍 看过节目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张艺兴睡的床在门口 杨子很容易看到她的床 排班时 杨子和张艺兴也没有同乘一辆车 取而代之的事 杨子骑着何炯的电动摩托车 张艺兴骑着张艺兴的三轮 上面还挂着树 但是虽然两人有距离 但是杨子和张艺兴还是来了一次空地互动 杨子在张艺兴的车后面喊 我要进城 杨子和张艺兴开玩笑 笑得特别开心 夜晚洗脚时 杨子还当着大家的面 把自己的鞋脱掉 和大家一起洗脚 但杨子与张艺兴保持距离 能看到两人有意避嫌 但虽然如此 毕竟是录制一档综艺节目 两人无法分开 但当两人同框时 两人互动特别甜蜜 感觉都忘了镜头的存在 两个人辟谣后 粉丝们顿时表示很失望 不得不说 张艺兴杨子的CP感真的十足 希望他们能够找到 属于找到自己幸福 感谢观看